我之前就是有看过一个大概二十几岁的女生 然后来我的门诊 她就是家人陪她一起来 然后也是像妈妈 然后我问她说今天什么问题 然后她就不讲话 然后是妈妈就是指着她的手说 医生你看她的手 你看她的手 然后就整个指甲 就是五支 几乎全部手指头的指甲的部分 还有就是远端指节的部分 都被她咬得乱七八糟 那指甲甚至因为食指通常是比较好咬的 所以它食指是整个都已经没有指甲了 那因为你常常这样子咬你的甲床 还有你这个甲根的这个地方 它的一些生长的一些组织可能有受损 所以变成你指甲长出来的这个形状 也会变得非常的不规则 那甚至因为你用嘴巴去咬 所以你会有伤口 那因为它就是属于那一种 就是它因为已经咬到整个都是有伤口 然后很烂 然后口水又刚好很脏 所以它整个手指头就是很严重的 蜂窝性组织炎 那它这个蜂窝性组织炎 其实它已经 它好的 还相对好的部分 可能才延伸一个指节而已 但是比较严重的部分 它已经就是快要整只手指头 都已经要延伸下去 所以换句话说我就跟它 换句话说它这个感染是非常严重 我就跟它讲说 你这个一定要住感染科 去打个抗生素或什么的 至少要先把你的感染就是先降下来 其实像它那一种症状 它如果它再晚一步 然后不去就是处理 然后也不去打抗生素的话 它很有可能会引发 就是沿着我们的整个肌腱这样子下来 一直到手掌的那种 像坏死性筋膜炎的急转的那种 严重的感染 如果你真的病发那种 生部感染的话 你真的有可能要截肢 就算你没有截肢 你也必须要把你的手指头 可能都要化开来 把里面的脓进行引流 所以妈妈真的不是骗你 幸好你没有在先去咬下去 所以你妈救了你的手 真的 所以真的要小心 因为有些人 因为每个人咬的程度不同 那后来这个女生去追究 就是她整个的就是咬指甲的过程 她也是像您刚才说的一样 就是她没有 她不自觉 那通通都是在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然后她就去就是这样子咬 那咬完之后有一些疼痛的感觉 让她觉得她还是个人这样子 就是她可以有一种 好像抒压的感觉 所以后来把她转接到身心科去 那身心科医师 她其实很常去看到这种咬指甲 有些是拔毛 就是每个人就是在压力大的时候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 其实你可以说她是 有点自残的行为 那事实上可以透过药物的协助 然后来降低 就是大家去做这些事情的频率 所以如果真的已经严重到 没有办法控制的状况的话 还是建议去找身心科医师 可以像这么小一次要去看 可以啊 我教你怎么做 你看她在吃的时候 你就先把她录起来 在旁边偷录 然后去医院寻求那个 咬到手断掉的 烂的 那些照片 你就贴到墙上 所以这个咬指甲都会这样 你看你不知觉的影片你看 然后每天就贴在那边 突然就看到 对 你知道 她一定会害怕 你知道吗 开车快了 看到车祸现场都变慢了 对 对 对了 那个其实作为临床科的医师 最怕跟腺里有相关的疾病 对 因为其实真的 真的会非常非常棘手 那我自己讲的是 一个六十多岁的一个男性 那他来找我的时候 是开蓝尾野的 也就是盲肠野 那盲肠野一般就是 开完只要麻醉醒 不会呛到就可以喝水 现在大概都是这样 然后隔天 有排气就可以吃东西 就隔天去查访的时候 说你可以吃东西 桌上有豆浆 牛奶 面包 然后突然有一罐感冒糖浆在那边 就很诡异 你奇怪一堆东西 为什么一堆 我说这个感冒糖浆是 那个你喝的吗 他说对 稍微喝的是我喝的这样 他我就说 你为什么要去 特别喝这东西 他就说 昨天晚上我说头痛 然后有请护理人员帮我处理 然后护理人员处理之后 我觉得头还是痛 我就叫我家人 去拿一瓶来给我喝这样子 我说喝的真的比较不痛 他说真的比较不痛 那其实因为一般 我们临床上就知道 这种东西其实 有蛮多人对感冒 从南部很多人都叫 整箱整箱放在床上 真的 真的 成瘾了 真的 他们会觉得说 甚至只要一疲累一怎么样 甚至还会去拿 买这个来喝 我就觉得很奇怪 他不管 反正现在就是说 我就问他 我就说 那你很常喝这个 我就说你很常喝这个东西吗 他说没有啦 咕咕咕喝一次 他儿子隔壁马上说 那我你酒三分喝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不能这样子喝 你这样子喝的时候 因为他这个感冒糖浆有三大成分 会比较容易有问题 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 Codein 可代因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 以西安分 然后另外一个 最后一个就是 泪麻黄书 大概有这三个成分 会比较有成瘾的这个状况 而且这几个东西吃多了 过量会怎么样 就是你很容易 过量会 头晕无力想睡觉 然后更多的时候 就是会容易有那种 幻天幻觉 精神科的症状会跑出来 所以我就跟他讲 我在那个临床上 我就这样跟他讲 你会有这个状况 然后结果他儿子就说 难怪他们这一年多 觉得他爸爸好像有点失智 因为他们在跟他讲话的时候 会变成说 好像没讲的事 他爸爸说有讲 明明就是有的 没有没有的说有 然后有时候 他们大家在一起吃东西 他爸爸会临时冒出一个 跟大家什么事情 都不相关的事 好像听到什么这样子 那我就说你这个真的有问题 以后真的不要再这样使用 会很伤害你的身体这样 那因为兰尾炎 其实三天也出院了 然后再后来 就一个礼拜后反诊 然后就跟他讲说 你要注意这个事情 就讲了讲之后 当然就没有了 因为毕竟疗程很短 就大概隔了半年之后 那个急诊就跟我说 就是说有我之前开过刀的病人 那现在意识不清不太好 然后来急诊说要找我这样 结果后来我一去看他 真的是整个人 就是有点华意识 这个状况很差 那他的那个肝指数 一般正常人的肝指数三十几 他一抽他的肝炎指数到 大概将近两千 一千多将近两千 那个就是急性的一个肝炎的一个状况 结果他也没有微笑感 那回去问他原因 我叫他不要这样三餐喝 也就算了 他其实不只还三 回去还变本加厉 可能餐跟餐中间 觉得这里不舒服 那里不舒服又喝 所以就造成我刚才讲的 其中刚才我讲三个成分里面 其中有一个成分里细胺分 他很大量的时候 可以造成急性的一个 药物性的一个肝炎 那后来我们就帮他送 收加护病房 还好命由捡回来 那捡回来之后 就帮他请求身心科 做协助这样子 那不过老实说 刚刚像包括刚才田医师 举的那个案例 就是说那种正经济的东西 其实你要知道说 在医界里面 有的很优秀的人才 是死于 就像瓜哥讲的 麦克杰森 他是死于这种正经济 你要这种正经济 打得跟一般的马飞不一样 马飞打得会有愉悦感 你知道吗 这种正经济是怎么样 是你打的时候 短暂的时间 你血管很痛 然后你会突然间觉得 被抓住脖子被窒息这样 然后人就昏过去 然后后来你醒的时候 觉得命好像被捡回来 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会觉得他们 疏解了某项压力 可是中间一点都不舒服 我有一个学历 后来是因为在宿舍 被发现打这个药 后来就没有再回来 就是在值班的时候 因为他面临这种压力的时候 他觉得他要找一个 更大的压力 去把自己过了这个 所以他其实 我们前面就有发现 他有用这个药物 但是后来在辅导他之后 他有比较改善 最后还是没有挡住 对啊 可是这个东西 其实一点都不舒服 所以不要寻求这种方式 来帮自己 分享一个21岁的男大生 害羞的男大生 他其实他是自未成瘾 一天至少要DIY 三到四次 已经影响到他生活 他觉得说没有达到这个次数 他晚上会焦虑到睡不着 这样 这肯定是年轻人啦 对 我们有这种梦就好了 老人家可能一次就睡着了 然后后来他真的觉得这样下去 真的不行 因为会影响到他生活 连白天他也都是没有精神 这样子 不过他还蛮聪明的 他会上网去搜寻一些资讯 所以他一来门诊 他就开中民意跟我讲说 医生我就是性成瘾方面的问题 那你可不可以开 某一类的药物给我这样子 那他讲出来那种药物是我们在治疗 那甚至他讲的第二类的药物是 色护腺癌 我们叫LHRH 在抑制色护腺癌的药物 对 那我就跟他说 我不可能开给你 因为我开给你之后 万一你现在才21岁 造成你永久性方面的不举 你十年后一定会很恨我 对 所以后来我都跟他沟通完之后 他跟他说 其实如果是轻度的性成瘾 其实应该是培养其他的兴趣 例如说运动 甚至我跟他说 你去打电动也可以 就是把它转移掉这样子 那待会儿 后来是把它转接给身心科 身心科会开一些抗焦虑的药物给他 可是问题来了 抗焦虑其实还会有另外一个副作用 会让他就是射精 延缓射精 他变成他本来可能五分钟 十分钟可以达到高潮 他会延缓那个高潮的时间 对 不过后来他那个成瘾的状况 有慢慢的降下来 智慧成瘾跟性成瘾一样吗 其实通常来讲是一样的道理 他就是在享受那个过程 但是你还是要看医生 这样下去一定对你自己 是非常损害的 对 会有一些伤害 谢谢大家对好辣医师们的支持 记得订阅 医师好辣YouTube频道 还有按下铃铛 收看最优质的内容喔